杭州夏沙的金沙大道上有一家龙湖黄冠假日酒店 王先生说 他们公司在夏沙有个隧道工程 公司在这家酒店长包了两个房间 他和一位同事入住 8月25号凌晨两点多 结束聚餐后 让代驾开着这辆奔驰越野车 把他和同事送回酒店 当时奔驰车就停在眼前这辆白色轿车停放的博位上 我付代驾费的时候有一个记录 我看得很清楚是凌晨2点48分 停在了这个车位上 上去休息了以后 在下午可能在5点钟左右 我下来准备我们开车往江西去 发现右后车窗被砸了 后备箱的财物都被偷走了 一箱茅台 若干几条香烟 然后还有化妆品等 总共价值多少 总共价值可能在46000块钱左右 王先生提供的照片显示 奔驰车右后侧车窗这个位置是空的 大块玻璃掉在了地上 现场还散落着不少玻璃碎渣 王先生说当时他让酒店前台报了警 因为当天急着赶去江西 他没有第一时间要求调看监控 事发经过是酒店工作人员和民警向他转述的 说是四个人 就是在凌晨三点多钟 他们说的是进来砸了 以待了工具来砸还是就地去才用什么东西来砸你 听他们说应该是用的是灭火器 因为我的东西都是这个大箱子的 直接拿到车前面来 然后现场开箱 开完了以后把那个箱子仪器在这 然后直接拎着东西走的 有没有去敲个其他车辆的这个车窗 我听他们后来描述是应该是我旁边的旁边一辆车 也被开门进去了 他是忘了锁车了 王先生说 这辆奔驰车是去年花一百万左右买的 发现车窗被砸后 他把车子开到杭州一家奔驰CS店维修 重新安装了右后侧的车窗 他认为自己的财务损失和修车费用 应该由酒店来赔偿 因为我有发票我只要你照价给我 然后再适当的赔偿我车子损失的 因为车窗被砸了我修理要费用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车子有责损 因为我也是急着要走是走的保险 对您明年的保费有什么影响 肯定要上升 大概涨多少 和两千总共涨 总共您希望酒店方面赔您多少钱 五万块钱就行 目前酒店怎么答复 酒店的答复是他们很同情我的这个情况 但是他们酒店认为责任不在于他们 然后就是他们希望找物业协商 记得注意到地下车库里除了酒店专用的博位 还有公寓业主的博位 往上沙路方向这个地库出入口的收费港亭里 没有人职守 司机开车出去的时候 只要扫码付费 到闸就会自动抬杆 王先生认为物业的管理也存在问题 但是对于自己来说 关键还是酒店方面的态度 因为我是两点多钟进来的 虽然喝了酒 代价了 但我看了那会儿 港亭里是没有人的 那么目前物业公司对您这个事怎么答复 物业公司说很简单 他说我们只负责两件事情 一是提供监控 第二个就是配合警方的调查 配合你们协调物业 也只是说的我配合一下 其实我主要的还是找你酒店 因为我付了住宿费 王先生说和两家单位到杭州金沙湖派出所协商过 最终还是没有达成一致 酒店工作人员表示 事发监控已经提供给了警方 不便在对外展示 物业办公室的位置也不便告诉记者 最终是不接受采访 然后如果有问题 就是留下问题进行回复 那我去联系方式就留给你们 行 我想确定一下你们物业目前的处理方案是什么 就是我们那边有了个媒体最近人专门会 跟你们联系的 从去年到现在已经因为我们常住 在这已经消费了二十多万 对也算是长期 算是充值客户了 对 然后我希望酒店就是 我跟他协商赔偿的事 但他一直没有回应 事后龙湖品牌部工作人员发来文字回复 8月25号事件发生后 酒店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协助客户报警处理 并在8月27号和8月29号积极配合警方调查 目前案件尚在侦办中 刑事犯罪造成损失的 由司法机关对犯罪所得进行追缴 后续酒店会持续配合警方做好后续调查工作 对此律师也建议王先生在耐心等一等 你说你等了个半年一年 警察还是查不到或者找不到 那么你可以再跟那酒店说 我现在我等不了了 酒店作为一个经营的 他必须要对消费者提供一个安全的经营环境 这个安全就包括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是真的有トRET 接应你 glory吗 第一手员 是对着服保护地消费者 有点空也 Хот将保护地上 那个大多这么历